大家好,能听见吗? 好,可以,那我们再等几分钟吧,差不多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再等到两点钟准时开始。 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大家都说能看到都能听到就行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网课可能有一些在客户后面反映说 有一点断断续续可能晚上的时候网络不是特别好 所以今天的话如果网络可以一切正常的话 那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这个原油方面的这个资讯 OK 两点了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 对 今天的话其实是属于昨天晚上八点钟网课的一个第二次课程 你们能够看到这个我这边页面是写的4月21号网课 因为大家最近啊可能尤其的是比较关注原油市场这一个信息 那包括呢原油也是首次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复制的情况 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关心 有可能想抄底的 包括现在可能还有仓位在这个原油市场里面的 那想要更多的了解 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开这个加开了第二场关于昨天晚上的信息 那如果昨天晚上错过了或者说前半节没有听到的 今天呢都可以听一下这一节的这个信息内容 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同样的 我们要提示一下这个风险提示 我们所有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课程内容呢 都是为一般性的信息并不构成具体的金融产品的建议 那我们公司呢是成立于98年 目前的交易产品有股票 美国的个股澳洲的个股 外汇黄金石油还有全球股指等等 目前呢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牌照 可以看到AFSL在这边的这个数字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ASIC的官网上去查询一下 那关于这个资金隔离 应该也是目前很多的这个客户比较关心的一个信息 我们目前的客户的这个资金啊 都是实名制隔离在澳大利亚这个国民银行 也就NAB的银行 实行严格的资金分离制度 并且呢客户的资金跟我们公司的运营资本资金 是完全分离开来的 那我们这边呢还是需要每天跟这个银行进行审核和结算的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资金安全方面的信息 那最近呢尤其是昨天早上啊 大家一打开手机应该是被各种APP啊 或者说朋友圈的这个新闻刷屏了 类似像这样的历史罕见啊 油价跌到负数 或者说缘由不要钱啊 这样子的新闻标题给刷屏了 那这两天呢我们这边也是一直收到咱们很多朋友 或者说投资者的一些信息 很多人都来问说 这个油价负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天啊 这个油价负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产品 GK线图呢 我边截出来 大家能够看到它叫Crew Oil Futures May 2020 意思就是说呢 是WTI原油期货五月的合约价格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昨天的时间呢 可以看到它是从差不多18美金 都一直跌到最低的接近负的40美金 那尽管呢 这两天还是有所反弹 回到了零以上 但是截止我昨天的这个截图为止啊 它依然还是在一美金左右的这个价格徘徊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难道我去加油站加油是真的不要钱呢 按照负值的这个情况 加油站还得要倒给我钱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WTI原油是什么 首先呢 下一张PPT 首先呢 我们知道WTI原油啊 它是指的是国西德克萨斯的轻质原油 它的价格呢 是国际三大石油价格的标杆之一 那美国的原油价格呢 目前是主要就是以这个WTI原油价格为标准 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两个国际这个石油价格的标杆 分别是英国的布伦特原油和这个迪拜原油 这两个呢 主要是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这个价格基准 那因为今天时间呢 也是有限 而且也不是重点 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去介绍布伦特和迪拜了 我们会着重来讲一下这个WTI 那虽然呢 这两天呢 不管是哪一种原油啊 这三大原油都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一个 不同程度的下跌 但是呢 其他这两大原油呢 都没有出现像WTI这种负值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跌到一个负值的这个WTI的这个期货合约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的这个基本概念 因为考虑到咱们很多的听众 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产品 那我们呢 就从比较浅显和容易懂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呢 左边这个是现货交易 那这个就不用多解释 像是我们去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啊 或者说是去商场里买东西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呢 这个就是属于现货交易 那期货交易呢 也就是说 我当时就在右边的这张图 这种呢 是属于期货交易 比如说 左边的这个人呢 想要买一吨苹果 但是呢 这个右边的这个人啊 他要买卖苹果的人 他在当期的时候是没有苹果的 但是呢 双方仍然可以签订一个合约 协商 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 要进行交易 那对于这个买家来说呢 他其实还是可以进行二次交易 把他手里的这一张合约啊 我们看到 比如说标的五十苹果 价值是多少钱 交割是什么时间 把这一张合约再转手给别人 像我们平时生活里面 比较接触比较多的一些 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或者这个球赛啊 奥网的门票 这种的话 其实也是属于 期货的这一种 那像是这两天呢 跌到这个负值的这个 期货产品啊 其实仅仅呢 只是WTIC德克萨斯原油 五月交割的期货合约 那解释完这个东西是什么之后呢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跌到一个负值的情况 首先啊 我们大家知道的一个 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知道 一个产品的价格 是由供需关系来决定的 那因为现在全球疫情的一个爆发呢 尤其是上个月初啊 在这个全球爆发之后呢 全世界几乎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属于居家隔离的状态 那工厂呢 也是停产停工交通呢 也是受到了限制 像是国际之间的航班 还有这个邮轮这些都已经停掉了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呢 是我从美国的能源局EIA这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Google上面直接搜索EIA 这边结下来的一个数据 根据EIA的预测呢 在2020年的二季度 全球的原油消耗呢 是下降了15% 但是呢 生产啊 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很多人说 那上两个星期 不是欧派克协商 已经这个决定要下调 每这个原油的这个产量 将近每天是差不多1000万桶吗 那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消耗如果原油 这个全球原油消耗下降15%的话 平均每一天啊 它这个消耗是下降了 接近3000万桶 那尽管我们说这个欧派克 减产的规模 是达到1000万桶 但是在这个3000万桶的 这个消耗下降的情况下 其实都是杯水车薪 而且呢 真正欧派克 它要开始实施减产 是要到5月份之后 所以说啊 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减产的 呃呃规划呢 是并没有真正实施在这个 呃 供供需 体现在这个供需关系里面的 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这个原油的生产商呢 它就比较惨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原油的价格呢 都是呃一直在跌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原油的生产商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那大家想的是第一个 可能是倒掉或者烧掉 因为这两天我也看不一样的新闻 都是说美国的奶农啊 它又开始倒牛奶了 呃可能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 美国奶农呢 宁愿把牛奶倒掉 也不愿意拿出去卖 或者说接济呃拿出去救济穷人 那很多人说 那原油是不是也可以倒掉 那其实原油就跟牛奶就不一样了 它有很多环境污染的因素在 那如果只是贸然的倒掉 或者烧掉的话 那这种情况就会有很严重的法律责任 那第二种呢 对于原油的这个生产商来说 他能够选择的就是完全的停展 停产和停工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原油你的开采啊 其实涉及到土地 设备钻井这些都是有维护上的成本的 这些都是固定成本 而且我们说一旦停工之后 那未来如果疫情好转 全世界复产复工之后 你要重新开始启动的话 又要耗这个消耗巨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呢目前的第二种方法 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 他也是需要花一定的成本 去考虑是否停产 那第三种呢 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石油生产企业 选择的一种方式 就是啊尽管现在油价是处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我依然保持我的生产 那挖出来原油之后呢 我找一个地方储存起来 这个也是过去呢 就是原油供应市场正常的时候 很多这个石油企业会做的 那等到油价反弹 或者说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再把这些挖出来的原油拿出来卖掉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储存的原油也是有成本的 他不是说我们随便直接拉个桶来就可以储存的 因为原油属于 这个亦燃亦爆亦挥发的一个产品 而且呢它的储存成本也是不低的 我们看到这一张图呢 我这边截下来就是美国这个 克拉玛伊州的库星地区 它的这个原油储存的这个桶 那基本上都是要用这种专业的这种桶 才能这个储存这个原油 那根据美国的这个 也是这个EIA的 这边呢我截了一个数据图啊 这个是Bloomberg提供的一个信息 那根据这个提供的信息我们看到 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克拉玛 克拉 俄克拉 俄克拉和马州的库星地区啊 它的这个石油的库存量呢 已经达到了五年均值的1.5倍以上 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它这个红线呢 这一根的这个白的柱子呢 是代表目前的这个石油的储存量 呃根据这个现在的情况 如果啊美国的原油依然以每周五百万桶的速度增加的话 那原油的库存 那可能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会爆满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可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所以当彻对于这个生产商来说 如果彻底的停工或者呃 我们说高额的储存成本 比给你钱让你赶紧啊把我手里的原油拉走来的损失还要大的时候 那很多生产商啊就宁愿倒贴钱 就你赶紧把我的原油来拉走 这个呢是基本面的一个宏观因素导致的一个原油下跌的情况 那我们呢再来说一说导致昨天呃这个的前两天啊 原油经历黑色星期一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呢 是因为四月份的时候 原油市场呢是经历了一场罕见的 这个移仓换月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呃这个图表呢 这个图呢是我从美国的芝加哥 呃商品数字的这个网站 CME接下来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直接谷歌搜索CME 那我们呢也是做一个最简单 浅显易懂的一个解释 呃首先呢跟大家介绍过啊 刚刚说过的这个原油啊 在这个期货产品呢 它是有一个结算日的 那WTI的结算日呢 是在呃合约月份上一个月的25号的前三三个交易日 那如果25号是非交易日 那就是25号之前的一个交易日 在往前数三个交易日 那大家可能听的有点懵啊 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哪个 那打个比方就比如说 现在2020年5月的合约 那5月的合约是要在上一个月的25号 也就是说这个月的25号的前三个交易日 但是呢因为这个月的25号啊 正好是一个周六 所以呢它需要往前挪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24号的往前再数三个交易日 也就是21号 那因为刚刚说过啊 期货的这个结算日呢是需要交割的 也就是说啊 25月的这个合约呢 是在4月21号到期是需要交割的 在那个时候 不管你的手里持有的仓位啊 是浮赢还是浮亏都必须要交割 所以呢在这种时候 通常情况下 很多投资者呢会选择在前几天 或者说近几天来平仓 那这个呢也会导致了5月份的合约出现 大量的卖盘的情况 但是正常的情况下 以前就是我们说正常的 只有市场的情况下呢 合约之间是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价的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啊 这个是我做昨天晚上节的图 我们能够看到 目前5月份跟6月份之间的这个合约差价呢 是达到了历史上罕见的20多美金 那越往后呢 我们看到啊 今年年或者明年年初 越往后呢 合约之间的差价也是非常小了 包括越往后的话 12月1月2月的话 到时候的现货价格跟期货价格呢 合约的这个价格之间的差价呢 也不会有这么大 因为可能大家说现在的这个原油 刚刚跟大家解释过 复值的只是2020年5月合约的一个 但是我们真正去加油站加油啊 或者说真的去美国买油啊 其实还是就是现货来说 还是正数 所以说正常来说 其实现货产品跟期货产品的价格呢 是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异的 那除了刚刚解释过的 为什么导致期货价格出现暴跌 有这个需求减少啊 储存困难 包括储存成本比较高的原因呢 还有是因为啊 很多投资者和机构呢 也是认为随着今年下半年疫情的好转 原油的价格呢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 所以呢也出现了可能到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年初的时候啊 这个原油期货的合约价格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呢 有比较大的一个呃 升水情况 因为我们说原油期货市场里面呃 远期的合约比近期的合约价值高的话 这个是属于呃升水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导致这一段时间啊 可能能够看到这一段时间 合约之间的价差呢 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投资的这个投资者啊 嗅觉敏锐的投资者就会考虑说 这个时候呢 我要如何来进行抄底的一个问题 难道说真的要去美国去买一桶一桶的原油 呃 放在家里面吗 那首先我们说这个是不实际的 因为呢呃 我们都知道刚刚也跟大家呢 解释一下这个原油啊 呃 我们要真的去买的话 是要到找地方储存的 那现在呢 这个酷新的原油的这个储备的这个中心啊 基本上是爆满的情况 那有一些人呢 甚至还会去想说去租邮轮来这个囤囤原油 那邮轮呢 现在每天基本上也是十万美金的一个消耗 所以呢 这个而且啊 我们买到的这个原油呢 是没有办法只是直接进行呃 这个使用的 不能拿去加油 也不能拿去卖个加油站 因为他还是需要提炼的嘛 所以说我们直接啊去美国买原油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呢 就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说 哎 我可以去买期货 呃 或者说我可以去买现货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啊 就是说啊 可能嗯 买期货 或者说是买现货 是不是会真的我收到原油 那这个呢 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目前的市场的交易者来说啊 呃 尤其是我们能够触及到的一些交易产品来说 各大平台 其实提供给大家的呢 都不是呃 会收到原油的一个期货 或者现货 而是一个原油呃 原油期货 或者原油现货的差价合约 英文叫contract for difference 呃 简称CFD产品 所以这种呢 是大家不需要担心说啊 买了原油 或我没有放的 没有的 没有 没有地方放 其实呢 买的只是一个合约 那对于这种差价合约的话 顾名思义 就是说我持有的 并不是说真实的一个产品 而是我持有的是一个价 一个合约 我真正的盈利空间呢 是这个价格浮动 或者波动 给我带来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利润 那大家都知道CFD产品 其实呃 都是可以做多或者做空的嘛 我可以看涨这个产品 我也可以看跌这个产品 那如果我看涨石油的话 未来石油上涨的 未来石油上涨 那中间的价差 就是我赚取的利润 这个就是叫差价合约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看跌这个产品 我就是做空这个合约的话 那未来这个产品下跌 那中间的这个差价呢 也是我的利润部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金融衍生品 或者说这个金融产品 带来的魅力 那另外呢 这个大家还有一个 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期货 和现货的到底的一个区别 在哪里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也跟大家基本上解释了一个期货 和现货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很多人说 那现货的价格是 或者说期货跟现货价格之间呢 有什么关系 或者有什么差异 那就像我刚刚也有解释过 现货啊 跟期货 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 尤其是到了临近交割的 这个期货合约 跟现货呢 是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 是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差异的 那原因呢 是因为啊 这个目前的市场上的 石油现货的价格 都是根据未来几个月 石油期货的价格 通过一定比率的设置和算法 得出来的 也就是说 期货虽然我们知道 它是反映的市场 对于这个产品 未来的价格预期 但是呢 期货的价格的走势 同样会影响到 现货价格的走势 但是啊 其实单个合约的上涨是 或者是下跌啊 对这个现货价格的影响呢 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也就来到了一个下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最近 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昨天晚上 做完网课之后 可能有 很多这个咱们的客户 或者朋友 还是不是特别清楚 还有来问我说 那目前WTI原油5月期货合约 都已经出现了复制 那你们GoMarkets的原油产品 这个产品上面 会不会也出现这样子的复制呢 那其实这个答案呢 在第三个问题呢 基本上也跟大家解释了 因为GoMarkets 我们现在的USO USD啊 它是属于 CFD的差价合约 也可以说是集期合约 它是属于现货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也就是刚刚有跟大家有讨论到的 在未来是由未来几个月的期货 合约的价格通过一定的配比 或者说算法来得到的 那现在呢 只有5月期货的价格呢 是附属的 而6、7、8月份呢 可能基本上还是在20到30美金的 一个比较正常的价格 所以说如果要把目前的现货价格 一下拉到零以下的话 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除非我们说未来的6、7、8月的 这个合约价格都到了零以下 那这个有可能 我们说这个火酒店的系列 可能真的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人呢 大家比较关心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随时去关注 美国芝加哥交易所 也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 CME的这个网站上 未来这个原油合约的价格 那输入的产品的时候代码呢 我们就直接搜索CL 就可以去关注这个产品 未来原油合约几个月的 这个期货价格 那下一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近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呢 也是非常的广泛 我看最近呢 咱们很多的这个朋友经常会截图问说 这个上面的产品 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或者说这两个产品 为什么价格这么大 或者说这几个产品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呢 现在澳洲的大部分的平台 或者说目前正规的平台 可能大家能够看到 虽然同样是CFD的产品 那报价呢 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据我所知 今天的话 好像有几个澳洲的大平台呢 也是限制了原油产品的交易 或者说限制客户开新单了 只能这个关单 因为呢 其实每一个正规的券商啊 和broker都是有权限和资质 来通过一定算法和比率 来设计CFD的这个产品 所以也就是说 哪怕我们各家的平台的产品的标的物呢 都是WTI的原油 但是因为平台上的产品 可能参考的这个未来期货 合约的配比和算法不一样 所以呢 价格呢 也会略有差异 那比如说可能现在 呃 大家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平台 他可能报价比较高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运用的是六 六七月份的配比呢 他呃 合约的配比呢 是比较多 但是有一些平台 可能是目前的报价比较低 那是可能是因为啊 这个有一部分呢 是来自于四月二十一号 也就是五月份的这一张合约 但是呢 因为五月份的合约 已经这个到期了嘛 那接下来也要涨到六月份的 这个合约上面 所以按照这种情况上来说 那这些目前相对报价 比较低的一个平台上面呢 他的这个呃 石油的价格呢 也会缓缓慢的在上升 那这个就是涉及到了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下一个问题 关于就是仓息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刚刚也有跟大家解释过说是关于这个期货产品呢 他到期之后是需要交割或者说投资者自行平仓的 即使呢在投资者亏损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完成这个交易的 那如果啊对于这个期货投资者来说他要持仓到下一个合约的话 他就必须要以更高的价格或者更低的价格来买入下一张合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现在五月份的合约 他的这个价格呢是20块钱 那呃因为到了这个交割了嘛 那他必须要在20块钱就呃 来这个交割结算 嗯不管你目前是亏损还是盈利的情况下 那如果我想要再继续持仓 我想要长期继续来看涨原油这个产品的话 那我就要再去买六月份的合约 那六月份的合约的话 如果现在六月份的合约涨到了大 大个比方可能是30美金 那我就要花30美金去买六月份的这个合约 呃那这个呢呃就是说期货的产品 如果要长期购买的一个情况 那你中间可能要设计平仓 再重新建仓会有一个交易费用 那对于这个像是CFD产品的话 因为他不涉及到呃必须要强行交割 或者说是自行平仓的一个情况 那月份不同的这个合约之间呢 就会有一个呃差异 那这个呢就会涉及到一个库存费 也就是我们通常会说的仓息的一个问题 那不少在我们这边的go markets的投资者呢 相信之前也是经历过这个投资原油的时候 仓息是正的情况 也就是说啊你买原油不光不用付钱 而且我们呢还或者说平台呢 还得要付你钱的这个情况 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呃出现在啊 目前的这一张合约呃比下一张合约的价格 要高的情况这种呢是仓息在执政的 但是像现在的情况 五月份的合约价格呢 比六月份的合约价格要低的多 也就是说未来的期货价格是一个深水的状态的话 那么仓息就是付的 就是说你需要给平台来付仓息 那很多人也会关心说 关于这个仓息啊是怎么调整的 因为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啊 我们目前的产品的报价呢 可能相对是比较低的 呃因为我们在产品设计上 可能会跟其他家在这个配比啊 和这个算法上会略有不同 但是呢我们说其实真正的标的物 都是来自于未来几个月的这个合约的价格 所以呢在报价上啊 我们目前的这个上涨呢也会加速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 就是包括很多的投资者会说 哎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套利的空间 因为既然你说哎 coco你今天都说了这个上涨会加速 但是呢呃其实呢 这一部分的这个上涨加速的空间呢 会以这个我刚刚说过的这个仓息来体现 而且因为现在呢 我们运用的是cfd的这个现货产品 他现货产品呢呃是有一个价格趋势 叫做smooth curv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光滑曲线 他比较少会出现像是期货合约里面的 这个盘内跳涨或者跳跌跳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呃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的价格呢会缓步上升 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仓息呢 同样也会加速 并且呢这个仓息呢 我们会按照每一天的持仓的情况 呃来平均来跟这个投资者收取 而且刚刚跟大家解释过啊 如果想要在这个部分进行这个不同期合约之间的套利的可能性呢 也基本上是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真正啊其实享受到的是原油 他价格的跳涨价格的上涨 或者说未来的一个供需关系 这个平衡之后价格再继续上涨 而不是说合约跟合约之间的差价的一个套利 所以这几个问题的话 基本上是解决了目前 呃大部分咱们的这个投资者客户里面的心理的疑虑 那现在很多人也说啊 这个2020年的这个马上四又要到四月底了 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了 我啥事没干 光见证历史了 原油复制的这样情况 这个呢真的是历史上第一次 那肯定啊都是要被载入史册的 那我们呢 我相信都是这一次载入史册的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那我这两天在尤其是在前两天的晚上啊 看来好多人经常会发这样的一条朋友 你买左边的那一桶还是右边的那一桶 那我在如果在没有吃 我饿或者说没有吃宵夜的情况下 肯定会选择第一桶 但是啊我们理性的选择的话 很多人会选择右边的这一桶 因为在国内的肯德基全家桶 大概是80人民币一桶 那原油目前的现货价格呢 存在十几二十美金一桶 那一桶的这个差不多是一百五十八升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 十多二十美金一桶 一百五十八升是多少钱一升 基本上四舍五入是等于不要钱的 那对于我们比较关心的说 目前啊像你刚刚说的这个 水比油柜的时代会持续多久呢 那我们都知道石油其实一直呢 从工业革命以来都是有黑黄金之城 是国家工业的命脉 那因为目前啊短暂的受到供需储存和移仓等等 这个多个因素的影响是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下跌 那但是呢其实通过我刚刚的这个远期合约价格的观察来看 也就是刚刚展示的六七八九一直到明年年初的这个合约 远期合约价格的来看呢 未来的石油价格呢会出现反弹 那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这个石油生产国啊 或者说石油生产商呢 其实还是在咬牙坚持啊来生产的 卖一桶亏两桶腰这个赔本赚腰喝 那别人都说他们是这个 有一些人是卖着卖着卖白粉的心 赚着卖白粉的钱 白菜的钱 那现在这些石油生产商是掏着卖白粉的心 连自家种的白菜都要赔进去 但是呢这种情况啊 如果我们说持续一段时间呢 肯定会有很多的产油国和产油企业呢 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撑下去 可能会面临着被迫停产或者说减产 那这个时候啊 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呢 会让这个原油市场的供需达到一个平衡 而且啊 在这个目前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现象 也就是说水比油贵的时代 我相信呢在疫情慢慢结束之后 复工复产之后 因为美国尽管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那最近呢也是宣布了 将要这个复工 在这之后啊 我相信这个原油的价格呢 也会慢慢回到这个理性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对于我们现在投资来说啊 从短期来看呢 我们还是要 如果要抄底的话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这个非理性因素导致的市场震荡 我们这个时候呢 合理的建仓控制好交易量 那保持呢在这个市场的震荡行情下 理性不恐惧 这个呢是属于超低里面的关键因素 那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现在呢这个 GoMarkets也是获得了澳洲排名第一的客户服务的券商 我们现在呢每天早上呢 都是有财经广播的这个节目 如果错过了当天的广播电台节目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澳洲华语服务里面去看 听到这个当天的录播 那线上金融讲座呢 我们这个正常的周二三四 晚上的八点会开始 因为今天这一节是属于加开的一节嘛 所以说基本上下午的这个场呢 会比较少 那像是交易短信提醒的话 我们现在是如果是入金客户的话 每天早上呢都能收到我们这边交易提醒的 这个软件短信 那我们现在呢 还有这个股评差不多每两周吧 会有五到六篇的这个中文版的股评 由我们自己分析师来填写的 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交易费用呢 ASX200的这个股票呢 是最低每比十澳币 按万分之八 每股呢是最低15美金 按每股两美分来计算 最后呢是我们最近还有一个 30%的一个赠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来了解一下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石油的内容 要跟大家解释的呢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信息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留言板上提问 我这边的话可以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现在大家问的问题 好像我都有在这个 刚刚的访课里面有跟大家解释过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看到有客户问说 what should I do if I didn't put stop loss 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放止损价格的话 那这个呢其实是属于操作策略上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如果怎么说呢 像这种情况如果不放止盈或者止损的话 那就要实时盯好自己的仓位了 要随时看好自己的保证金比例是不是会够 当然最好的情况呢 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还是设一个止盈止损会相对比较放心一些 那这种包括不放止盈止损啊 当然这个还是具体要看 个人投资者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交易策略 有一些客户呢 他会不设止盈止损 那同时实时监测好会比较好一些 预付款比率少于多少会被强制平仓 OK是这样子的 预付款比率呢 我们都知道啊 它是一个百分比 它是由目前市场的净值除以预付款 得到的一个保证金比例 那保证金比例的这个百分比呢 我们怎么来监测自己的账户呢 百分比低于百分之的这个70的时候 会要求追加保证金 那如果低于百分之50的话 会要会要去强制平仓 强制平仓的话 不是说你整一个就是仓位全部都爆掉 而是会从啊 你目前账户里面浮亏最大的一单开始拼 直到呢 你这个数字回到 把这个百分比数字啊 回到50%以上 那刚刚解释过 就是这个净值除以预付款 得到的这个预付款比率 也就是说 这个净值只有预付款的一半的时候 这个时候系统会开启强制平仓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具体的这个止盈和止损的操作的话 可以这边这个咨询我们这个小助手 这个其实是比较基本的软件操作的问题 我们这边都是有详细的材料 告诉大家该怎么设置止盈和止损 关于原油这方面 或者说其他产品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OK我看到有客户问说 对于新客户 杠杆比率比时是否更容易爆仓 其实这样的 很多客户可能对于这个杠杆啊 就是谈杠杆色变 就觉得说杠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提供比如说10倍20倍 或者100倍的杠杆 但是其实啊真正使用多少倍的杠杆呢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这里打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比如说 go market给你提供10倍的杠杆 那意思是比如说我现在只有账户里面 10万的资金 那我杠杆比率配上10倍之后 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去买价值100倍的东西 这个是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但是实际仓座操作中我们肯定不会建议 或者说客户也不会去这么操作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满仓座啊 这个就是非常对于账户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我们说尽管账户配了10倍的杠杆 但是呢你真正要去买多少是掌握在自己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他比较保守 他比如说我10万的资金 我就做10万的事情或者10万的交易 我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 那有一些客户呢 他相对可能是比较熟练了 或者说是比较成熟的交易者 他比如说会选择两倍到三倍的杠杆 比如说虽然GoMarkets给了我10倍的杠杆 但是呢我手里的10万资金 我只会买20万或者说价值30万的一个资金 那也有一些客户可能会选择去买50万 或者说60万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其实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OK我看到客户说美邮零元以下的话 我买的手术还在吧 没有爆仓的话 没有爆仓的话这个产品肯定会存在的 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OK 今天讲的比昨天晚上要快一些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开的石油专场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好续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或者说软件操作的问题的话 可以去微信咨询我们的客服小助手 或者说各自的客户经理 那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 我们的这个活动 有更多的相关信息 也欢迎可以跟我们联系 也欢迎订阅